今天講的有所謂的沉澱跟氣質 還有一種叫做顏色有變化 這個顏色變化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刷油漆的顏色變化 是那種本來是這個叫蹦蹦變另外一種那種 我們這邊有一個氯化雅菇 就是油水氯化雅菇跟無水氯化雅菇 加熱嘛把水弄掉了 所以前半段是有水後半段是無水 這我們前面問過 然後你背 來小女生2號 有水什麼顏色沒水什麼顏色 紅變了 紅色變成藍色 另外一個也是檢驗水是硫酸桶 通常是晶體是有水的 粉末是無水的 硫酸桶晶體是有水的 後面就是無水的 它什麼顏色變成什麼顏色 我是不是壞掉了 對 我們讓我再說 來 帥哥 來 30 前面什麼顏色後面什麼顏色 藍色變白色 下一個是酸甜子日記 我跟妳講說愛考石蕾愛考分炭 前面是氫氧化它是鹼中顏色 加入二氧化它會變成碳酸變成酸中顏色 所以問你鹼中顏色跟酸中顏色 石蕾跟分炭是愛考 石蕾跟分炭是愛考 請問你它是什麼顏色 來 我們找一位 可愛 我忘記了 它已經不見了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No.4 是嗎 你說什麼 紅色變 無色 請坐 就是分炭的子日記變色 你要背的 石蕾愛考分炭愛考 我跟妳說你要背的 就是顏色變化 前兩個是檢驗水 好 前面這些產生沉澱的東西 跟現在 我告訴妳所有的氣體 這個我在給各位的那個講義啊 你化總結什麼都要你整理過 哪些東西有些反應都要背好就對了 我現在再告訴妳 什麼反應會有氧氣 變點水 三下的時候將正體產物 水會產生氧跟水 水會產生氧跟水 水會產生氫氣 剛才講過的酸的通氣 活進到的金屬加 激酸的重點 這也是三下的時候交的 電解水 一個正體產物 以後就知道 你要背誰在正體 誰再來 物體 正體產物 物體產物 水會產生氧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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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碳酸鈣 碳酸鈣 碳酸鈣加熱會分解 後面那個碳酸加氫鈣加熱分解的重點 是它跟碳酸鈣的不同 碳酸鈣跟碳酸鈣很多都一樣 白白的濃水都是酪鹼性 都一樣 有不一樣 碳酸鈣加熱會分解 碳酸鈣加熱不會分解 這個加熱分解 碳酸鈣發酵 以前教過 碳酸鈣發酵 有機物燃燒 燒碗燒掉 因為它有碳 燒碳就產生碳酸鈣發酵 這些都是請你記的事情 我說了我在理化總這天天都幫你整理好 你就拿去給我背就對了 它到底誰會有氫 誰會有氧 誰會有沉澱 誰會有顏色變化 你把這些該背的東西給我背好 OK